哈喽大家好,我是戴亚 新今晚的金皮 得有多少小可以抽到了呢 现在我们第五庄园里面的角色 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不过有一些人之间 真的是天生相克呀 嗯? 黑妹,小小 虽然之后出了这么多角色 但黑妹的做传节目 按照的名声不是白照的 还记得黑妹刚出的时候 头头们被电的死去过来 其中有一两载油尾苦闹 猴头骨解除无限剧 太难了 嗯? 简直克制红蝶 你是第五庄园里 一名平平无奇的红蝶 这就是月亮河 你会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 懂了吧 这就是游动机呀 有这段话说得好 给鸟一只爽 一只随鸟一只爽 遇到前置的蝶蝶 真的不仅是怀疑人生呀 嗯? 约瑟夫会佣兵 约瑟夫自带的一天五倍伤害具致 可以说非常克制 能扛三刀的耐部了 而且自带的镜像机制 能是本来休息就慢的佣兵 更加受不动电机了 如果遇到多有名阵容 约瑟夫绝对是最佳选择 不过约瑟夫也很怕克制他的角色 举个点箱 开始约瑟夫遇见调象室 这就只能及到 求生者出现重大失误了 毕竟一来一刀特制的约瑟夫 遇见可以回溯扛伤的调象室 简直就是被秀的头于研发 难道这就是早治疗屠夫的宿命吗 当然克制约瑟夫的还有医生 医生呢可以摸残血队友 角色之间的平衡是真奇妙呀 以上呢都是可以通过选角色来避免的 但是有一种天克是命中注定的 那就是 强壳空军 作为一秒真女人的空军 在有枪的时候 是令所有兔兔都脑壳痛的存在 不过 像大可爱的兔兔 有没有问过强的存在呢 难道我们还发现 第五周园里什么角色 今天的克制呢 快过来评论 告诉大家吧 再见到我安静点点